大家好,我是可家妈妈,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 在看视频之前,请给我点个小爱心 您的鼓励是我进步最大的动力 尿液是人体正常的生理代谢产物 同时也是人体健康情况的晴雨表 每天排尿多少 尿的颜色状况改变 尿瓶的原因都是代表身体的某种情况 正常人的尿液是淡黄而透明的 一般有轻微的异味 随着生理的变化,尿液也会有所改变 比如早晨起 尿液经过衣网上的浓缩 颜色往往呈现着黄色 异味偏重 尿液的颜色也会受到饮水量的改变而变化 饮水多时,尿液被稀释 颜色淡黄,饮水少时 颜色就会加重 但是如果出现了以下这三种现象 其中的一种,你就应该要注意了 可能是身体正在通过尿液向你发出警告 第一,尿液变臭 新鲜的尿液其实并没有太重的气味 略微能闻到一点赤鼻的安慰 只有九只的尿液由于细菌繁殖 尿素分解,才会散发出强烈的异味 第二,尿液变黄 尿液的正常颜色一般为淡黄色 如果尿液颜色出现不正常的加深 那你就要反思,是不是自己的生活不够规律 或者是身体出现了哪些毛病 第三,尿液有泡沫 而且味道异常 就有一种情况,就是出现泡沫 而且很久都不能消去 出现以上这些情况都有可能是体内的毒素已经超标了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道茶饮 经常煮来喝一喝,可以很少体内十年的毒素 让你年轻二十岁,特别是中老年朋友可以多煮来喝 首先我们来准备10克主要的莲子 中医认为莲子能够养心,安神 有助于保护心脏和肾脏 防止高尿酸,对心和肾的伤害 莲子既可以食用,也能够药用 莲子中的钙、磷、钾含量非常的高 含有其他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等物质 除了可以构成骨骼和牙齿的成分以外 还可以促进磷血,使某种煤活化 维持神经传导性、镇静神经 维持肌肉的伸缩性和心跳的节律等作用 丰富的磷还能够帮助肌体进行蛋白质 脂肪弹内代谢,并维持酸碱平衡 莲子含有丰富的抗氧化成分 有效的抑制癌细胞生长和扩散 还可以预防血栓的形成 可以防止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 从而可以达到防癌、抗癌的效果 这个莲心具有很好的清热降火的作用 我们在吃莲子的时候可以带着心一起吃 如果怕苦的朋友可以把心去除 用莲心煮水可以很好地预防痔瘡和痘痘的发生 接着再准备8克的黄芪 黄芪是大家比较喜欢的中药材 无论是煲汤还是泡水喝都喜欢放一点 黄芪也是养生界的明星药材 具有补气、生津、养血的作用 千百年来深受养生人士的喜爱 黄芪有增强肌体免疫的功能 黄芪含有丰富的营养物质 具有补充能量的作用 从而增强肌体抵抗力达到强生健体的作用 还能够延缓衰老 有增强心肌收缩力的作用 还可以扩张血管、增加心肌血流量 从而可以有效地预防心肌梗屎 心肌缺血等心脏疾病 黄芪具有一定的保护肾脏作用 尤其是对于肾脏疾病 比如肾炎、肾衰竭、肾病综合症等 都有一定的治疗作用 接着再来准备三至五颗的桂圆 桂圆不需要太多 太多容易上火 加入清水把它清洗干净 新鲜的桂圆肉 汁多、甜蜜、美味、可口 而且含有维生素和磷子 有益气、补血、安神、磷子的作用 对于病后需要调理 以及体质虚弱的人 有辅助治疗的作用 桂圆中含有丰富 能够直接被人体吸收的葡萄糖 而且蛋白质、铁、钾等矿物质元素丰富 疲劳后 吃几颗桂圆可以补充能量 恢复精神 帮助减轻身体疲劳 桂圆含有丰富的葡萄糖、浙糖 以及蛋白质等 含铁量比较高 可以提高热能 补充营养的同时 又能够促进血红蛋白再生 以及补血 桂圆除了对身体有补益作用以外 对于老细胞也有益 能够增强老年人的记忆力 减轻老年痴呆的发生 清洗干净的桂圆 我们把它捏开捏爆 这样它的营养物质更容易释放出来 接着再准备五颗枸杞 把它清洗干净 枸杞具有补肾、液筋、养肝、明目、润肺、止咳的作用 还可以有效地增强人体的免疫能力 可以有效地保护肝脏 预防脂肪肝 还能够刺激肌体的生长 对于高血压人群有一定的降血压作用 另外枸杞水还可以帮助我们缓解肾虚 改善肾虚引起的腰吸酸软、耳鸣、眼肝等病症 枸杞简单的清洗干净 然后也放入盘中备用 接着再准备一小节的三药 把皮消除干净 三药是我国卫生部公布的药食、良用的食材 是一种具有高营养价值的健康食品 具有改善体质、健脾、异味、脂肾、益精的功效 三药的做法多种多样 可以煲汤 也可以争着吃 做各种的点心 三药有强健肌体 脂肾、益精的作用 防胜亏、胰精、妇女白带增多 小便瓶数多等 都可以适当地吃一些三药来缓解 三药有利于增强脾胃消化吸收的功能 它是一味平补脾胃的药食良用的食材 无论是脾、羊盔 或者是胃阴虚 都可以使用三药 去皮后的三药 把它切成薄片 然后和其他的食材放在一起 接着把食材倒入养生壶中 也可以用锅来煮 用砂锅煮里面的食材也是可以吃的 再加入大约900毫升的清水 给它煮上20分钟 制作视频不易 亲爱的朋友们 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对您有帮助 请您动动您发财的小手 给我点个赞吧 也可以在下方点赞、评论、加一 感谢您的支持 20分钟后 这道茶就煮好了 直接倒入杯子里面 或者是装入碗中 也是可以的 我们将三药、枸杞、莲子搭配在一起食用 可以使它们的功效翻上10倍都不止 还其莲子加枸杞、三药一起煮水喝 可以达到很好的养生效果 还可以加快我们体内的新陈代谢速度 对于帮助我们肝脏、肾脏、排出毒素、垃圾 都有非常好的效果 可以很好地达到减轻肝脏和肾脏的负担 除此之外 对于疏通血管也是非常有帮助 可以让我们血管保持干净的状态 建议中老年朋友可以隔三差五地煮上一次来喝 能给身体起到非常好的保健效果 常喝让你更长瘦 好了 今天分享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